各位兄弟,因为第一关系,计划农民都是在政资格和敌设 每个空台过后,就像加大顺害 对农民观众,每个空台的空地家境,就像满地核酷是怕价都没有效果 甚至这都要发展新设,也所见打四季的状况 因为第二,当年作物,农民不是健在保身的堂口修行 对每年三年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希望政府在保障顶面,可以替孙农来结一些失效 来到这位农民的生存,精髓生长不是放映兜去 那不就是地球打到打了了 孙农不然要怀怒现在没收心,更要担忧在海,一直投到美女去 我们在地球,每个孙农,都要每年老新的新孙农 新孙农要完成到新孙农的时候,他一定要等到美女端入截去 所以这段时间都没有收拾 你看更勇气的这种没有放映兜去 但是大风中这种大金油天堂造成才发出来新孙农 也出现打四季的情形 这种坑的就是坏坏,正常是坏坏的 我们这种花的孙农就是因为要有这个孙农,我们这个得孙农 有这个得孙农,他这样发动好,发这个新孙农 不过得孙农就没得到 这孙农要留孙农才能明明有收心 现在受到红汰的垂产,让孙农很欢乐 所以也希望农进党委,是不是可以替孙农鸡试试一些 以教训者的总控来保证 那孙农的孙农非常严重 我们知道孙农一年里面修身在刷过到够 这孙农都受影响,他们的生计一定是受影响 希望说农委会在补助办理上面要有正确的一个看法 符合现况是最重要的 其实农民在孙农他们的损失都不是只有今年而已 他们的损失如果经过的窑洞 或者是经过了一些新竹还没有长出来的部分 他们都会影响他们的产量大概到明年的端午 今年风载孙春很严重 为了方便农民心部在海 国庆共所作发展特地国家的合适 人生发好美白,让农民知道大学时间 而且在在投荷物当时 就先替农民朋友检查整个事情是否受责作案 是不是需要影响 等到沦楼新部时就不用因为欠整个 要是暗暗影又在浪费相逢时间 记者在面前,冲步度